文减 我今年86年 这的时候高等的时候 应该是从59年开始一起到以前 我去这个河山��,我听得相当好听的。 相当爱听。 从五十五十三开始, 一来一干,一去,一象一栩芋 трав。 所以我到一年退休,二十几年, 所以經常的時候 就常常去泡泡 磕磕 我起了後上日 大概是泡足夠 年輕人都是 我投的他們 投的大土地 投的大土地 我今年四十歲 接觸樂器二十一年 做一把古增 先是需要原材料 一般性我們用的木材 都是來自於 河南南烤的蒲銅樹 它木製比較鬆 聲音傳得出來 爆面板 這一塊面板的紋路 寬 窄 要均勻 發聲音就是靠這一張面板 每個音區 它與面板的厚度 是不一樣的 這個純粹就是 憑每一位師傅 他自己的經驗和手感 一把好的古增 框架 它對聲音也非常地重要 萬一鬆動 彈的時候 就會產生雜音 做S型樂山和平頭樂山 工具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這個是專門用來做S型樂山 我們統稱叫做鳥抱 它相對於刀口比較小 用起來比較好用 它和面板要貼合的程度 要達到98%以上 這樣的話就是不會產生任何的雜音 做一把古增需要經過木工 漆工 裝配 然後形成一把完整的古增 如果你之前那道工序沒有做好的話 你後面就是更加是做不好 整把琴說穿了 是靠每一步做到位 這樣認真地去做 把它給做出來的 做到完美 我是古增專業 從小學習一些古增 更能知道演奏者 在演奏當中 需要一台怎樣的古增 古增的調音呢 首先第一遍是把它調到標準音 然後需要大力度的按壓 再調一遍 大力度的按壓呢 是為了琴弦的張力 可以達到演奏的最佳狀態 我覺得作為現代的傳承人 首先是要把前輩身上面 所有的一些優點 包括古增最原本的傳承 技術調音調式 繼續傳承下去 在銀河時代背景下 可以不斷創新 不斷發展 作曲 落了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